祝大家生日一年 身體健康 成績都能夠進步 謝謝 搞了好像是我生日一樣 平凡的生日願望 卻是男孩教練心底的奢望 因為男孩有個習慣動作 讓他的跳高極限 只能停滯在二米二九 炸蛋糕 炸蛋糕 差不多是桂林的炸蛋糕 注意不要 炸蛋糕 烤蛋糕 focused 劉筝 飞賽期一週練跳只跳一次 每次跳幾回 由向俊賢自行判斷決定多寡 若身體狀態能負荷 十跳以上不成問題 五跳以下則算少 代表有狀況發生 因为他从去年十月底 全英会一完 我们给他休息一段时间 大概休息两个礼拜 我们完了之后 就开始做体能训练 所以最近在跳的时候 这个月在跳的时候 可能一些感觉比较没有 对吗 这样对吗 对啊 对啊 摸摸鸡看你 他人跳就跑不进去了 跳完这个穿吧 你比较不是说这样吗 没有吧 没有吧 你比较不是说这样吗 没有吧 没有吧 就是 慢 很慢 对啊 跟不上喜跳的节奏 全部就是慢一拍 这天的两米跳高练习 一共六跳练得痛苦 收工 下雨天 没有 场地会湿滑 而且 刚才跳那几条 脚都没有拆好 如果一滑 脚可能就是 受伤了 那你觉得你今天状况怎么样 嗯 比上离 跟上离 跟上离拜比起来 算好 大概 一百倍吧 我觉得是腐烂 没有 我觉得没有 因为他的力量还没有 可以很明显看他的爆力 等等速度力量 那个 刚做完体验 现在还没那么快 力量速度皆尚未恢复 训练组其实只有一个隐忧 一直惦记在心底 等一下 他的动作也是他的缺点 到目前为止 还没办法修正过来 他起来之后 他这个膝盖 他会向外 他会做外八 这是目前他最大的缺点 这个缺点能够修正 他要跳过两公尺三年 就很简单 然后再来技术方面 他目前的技术 还是很多需要修正的地方 所以说 为什么说我们 选择过完年之后 要到瑞典 媽祖娘娘地址训练组 今天要带选手到瑞典 两个月的仪式训练 华佑我们平安 顺利 我本身我住在大甲 然后我们大甲 应该大家都知道 罵祖庙 所以赛前我都会去罵祖庙 拜拜一下 他在高中我们都带他去啊 可是他毕业后 可能应该他就没有人 我是自己会去啊 但是不容易进来这么重 这次会不会紧张 其实蛮紧张的 不管什么方面 语言也不一定OK 然后食物也不一定OK 可能就是训练的方式也不见得 会这么快就适应了 那你这次去瑞典你会被害怕没有改变吗 也会啦 不过多多少少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 不能说完全没有 毕竟他是一个蛮厉害的选手这样 这位厉害的瑞典选手 曾经获得世界市内田径锦标赛四次冠军 最终成为跳高界个子最小的奥运冠军 靠着加倍鼓练 让自己的弹跳能力成为神话 不过男孩的偷师学艺之旅 却被蔡英文害了 我要哭了 肋骨断两根疤 肋骨断两根疤 痛吗 痛